朋友们也不妨可以有问题就提吧 我们上次讲到鬼神 对鬼神的问题有没有要讨论的 还有没有要讨论的 那么这篇鬼神在提醒 就从无而到有 从无形而有形 那从无形提醒我们不要小看无形 这就是指天命之为性的部分 那看不见 然而它却影响到一切的存在 从宇宙的无 然后到二后万物的产生 这些都超乎人的认知 这就是天命之为性的部分 然而它却会影响到人的精神性的展现 当人开始意识到无 人的精神性就开展了 以至于到人的神圣性的建立 而后宗教的设置 宗教性的设置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 我们来看西方 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 只是他们的认知在这方面 跟传统中国不一样 跟传统中国不一样 他们就是上帝的启示 直接是上帝的启示 那中国人本身却认为 那是人类生命自然的 一个认知上的显现 是人的行 对超越了人的感官知觉 而开始有了新的认知 而这个新的认知 就是感受到那个神圣性 那种崇高性 如此而建立了宗教性 有了祭祀 到这个地步 那么是人类精神的开展 跟文明的象征 所以后面 他说到 从隐而至于险 一切都无法被掩盖 一切都无法被掩盖 那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一个真实的世界 从无到有 从物质性的经验与认知 然后到精神性的 深层的感受 与体认 这是两种认知 那么以至于 直接呈现在现实社会里的 就是人类的那份宗教性的完成 然后那份神圣性的确定 那份崇高性的追求 然后借这个 人类走向永恒 借这个 人类走向永恒 清楚吗 清楚 OK 没有问题了吧 第16章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17章 那么从无以至于永 从物质经验的认知 或者生存经验的认知 也可以 生存经验的认知 就是物质经验的认知 因为要去寻找吃的 寻找喝的 要活下去 然后一直到精神性的开展 那么在现实的 在实际的人生 不是现实 实际的人生中 那么最直接呈现出来的 就是顺 顺所展现出来的 也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中 最根本的动力 什么动力 就是爱 爱的觉醒 所以17章 实际上是从 人的精神性的展现中 爱的觉醒开始 为什么是爱 爱的觉醒 因为孝道 我们曾经说过 不是人 站在生物的立场 天生的 可是不是因为 它是天生的 以至于像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胡适之他们说 那是人为的 社会规范下的 产生的 不是 那是对爱的 在爱的这方面的觉醒 然后 对生命有了深层的认识 肯定了生命 然后才能够 回馈而感谢父母 然后对父母形象 那么 传说中 也是古历史中 以顺这一个特殊的例子 来作为人的这个特殊的 觉醒于行为 人的特殊的这份 觉醒的认知 和人在这份 觉醒认知下的行为 他有了一个对父母的完全的笑道 的表现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的父母 对他并不好 常常还想害死他 所以这种 很特殊的故事 去呈现顺的特殊行为 那么也呈现顺的 这种极特殊的生命觉醒 所以他说 德为圣人 论其德行 所以从他的生命觉醒 他的行效 他的效的完全的达成 就他的德 就他的生之性爱之德 是他的生之性爱之德 达到了圣人的最高品德 所以圣人的定义 基本上 就在于 人 在爱的表达上的完成 觉醒于完成 直接的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 就是对父母的爱 那么这表示 对父母的爱 代表什么 代表对生命的完全肯定 代表对自身生命的完全肯定 代表对自身生命的完全肯定 自身生命的完全肯定 代表对自身生命的完全肯定 也就是 对生命的完全肯定 对生命的完全肯定 这个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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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部分肯定的 虔诚的佛教 要特别的想想 佛家对生命 是对于感性认知的 这个生命部分是否拟当的 他要把它去除 虽然他提出了去除的办法 消除我之 消除无名 这也合乎于人的一些心理状态 跟生存状态 心理状态生存状态 但是相对于儒价 以至于中庸这里所说的苦 我也就承受了 然后我去 但是即使在苦中我感受到生命的爱 感受到生命的安能可贵 感受到生命的爱 我全然的肯定生命 然后表达在对父母的爱上来 因为我活得真好 我有真正觉得我活得真好 而我活着是来自于父母 所给予的 来自于父母所给予的 来自于天地所给予的感情 来自于生命所给予的感情 有生命真好 不管生命苦不苦 都不好 有这一点差别 这里可没有批判佛家不行 所以信佛的可不要糊涂 太过信仰的人会糊涂 反而会因为信仰而造自我值得侵害 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有没有要提出质疑或者疑问或者问题的 请 他不只是要限制人不要糊涂乱想 你是从这里切入 可是这不是一个佛家道理的究竟性的说法 他限制人不要糊涂乱想 那么以由这个来消除我值 作为消除我值的方法 但是根本的问题是 他认为在人的基本生命中 就是苦难 苦难的原因 是因为来自于无名的冲动 无名塑造了 无名塑造了人的我值 他表现在人的我值上 于是消除我值 而我值最常见于日常生活里的 那么就是因为 由我这个我而带动了 妄念 什么叫做妄念 一切都是要从我出发 你怎么没有对我好 因为我这么帮你的忙 你怎么没有 没有一点 我也不是要你有什么感谢 可是你至少要有点点谢谢的衣裳 表示恭敬啊 如果关系上 我还是个长辈 你还是个小辈 那帮了这个忙 那好歹得有点 真是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都没有了呢 那么这个都是从 所有的都是因为 我 有我的需要来做判断 来做的结果 虽然你 你是 你帮了我的忙 可是 这个完成的这一件 直接可以完成的这个人 哎呀 他直接完成了我所要的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你呢 你不过就是一个过桥而已 那么一般人都是从 自我的需要出发 去看待这个世界 然后不自觉的分出各种等级 然后从这样子的去思考事物 去判断事物 就常常会有 不平等的问题 也常常自己会遭遇到 挫折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一切的原因 就出自于 因为以我的需要 就是因为有我值 然后所形成的 错误的思考 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辨识 那么这些错误就叫做妄念 她是这样子的意思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还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那这样就是说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对生命的这个 这个路径 跟国家的出发 虽然说七年不太一样 是 就是终点应该还是就是要 达到一个跟辱家来说 辱家并不寻求自由 自由不是辱家所要终极寻找的 是道家终极寻找的 所以这个是道家跟辱家的不同处 道家是 你如何化解哪怕是苦难 哎呀这种冲击 这种挫折 不过 这个什么 上天哪还要将达任于私人也 所以 行风乱起所为 然后什么等等 再给我锤炼 我继续 努力奋斗 辱家是这样的一条路 那么佛家进而 这个苦难 这是一个 苦难 因为这些是苦难 苦难之源 因为我知 因为 对于自我有着 不可动摇的执念 一切都从自己出发 那佛家也不是寻找自由 自由也不是佛家的终极性 那么佛家所要找的是解脱这份苦难 然后达到生命的平静 所以涅槃清静 那么大圣在提出 真能涅槃清静 就是要有高度的生命自觉性 因为唯有在高度的生命自觉性中 才能够把自己拔出 以我为执念的部分 就不再一切都从自我的需要出发 那这样的话 世界就大了 天地也就开了 同时你也就看到 不同于你的云民众生 然后就有变息力了 就真正开始能有辨息力了 能清楚了 那么我们曾经说过 在金刚经的课程中说过 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容易拔出的 有的人越拔越我 多少出家人越拔越我 所以你看好多出家人脾气坏的用力 特别是尼姑 和尚也差不多了 可是尼姑的女孩子 借着这个《红楼梦》说的 女孩子是水做的 完全都是情感 所以她的那个情绪特别多 所以表现得更强烈 更激烈 所以我们老看到 那个尼姑在发脾气 在庙里面 实际上他们 即使踢了法袖 穿了架裟 然后出了家 可是他们实际上 她的内心没有真的 去了解到这种执念 然后他们根据概念去拔除 自己的我执 效果不脏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索性就像用刀斧一样 砍除了自己的情感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真正的那些 很多不是真正很多出家的比丘尼也好 比丘也好 或者是性众也好 那个脸色坏极了 灰黑灰黑的 不只是吃东西的问题 吃书没有重视营养 是她内心没有开展 没有疏解 所造成的 那儒家的不同就在于 管你苦不苦难 我就是这样 我就承担了 关他的 然后我就走向最好的 自己最可能的好的路 还有不同 可是儒士道三家 都从觉醒中入手 都在寻求一个最好的我 最有智慧的我 最简单的说 最有智慧的我 最好的我 最有智慧的我 因为智慧几乎是一切的根本 那是人最高的认知 三家都以智慧作为人最高的认知 三家达成的路径方法会不同 然而都在寻找 所以三家如果能会通 那么将来对我们自身的成长 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这个会通的过程中 还是得条理分明 儒家是儒家 道家是道家 佛家是佛家 所以略通佛家 而知道了我知 当在儒家中 许多的错误苦难的发生 从佛家的人生来看 是不是我性格出了问题 那我的性格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这么努力的 一切度与别人着想 然后我这么谦虚 然后我这样子 我那样子 怎么还是这样呢 其实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不自觉的 在对我直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我始终都从 我自身认定的看法中去做 你们如此忙了半天 帮得到吗 那么特别有爱 更容易不放手 人现实人世间的爱不放手 那么这就是佛家所说的 一个很重大的苦难的根结点 那儒家就再从这里入手 那么你既然这样的爱 是不是可以面对 你自身的父母 以及面对你的人生 以及面对整个的生命 以及面对所有的众生 你都有一份同情 所以基本儒家就从向导的这一件事 来作为一个例子 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亲近的人 常常最不耐烦 对自己的父母也好 对着最不耐烦 对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爱人 最不耐烦 或者兄弟姊妹最不耐烦 因为这里面我们不自觉的 会去要求他们 必须这样 必须这样 可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察觉 不自觉的用自己 我都这样了 你怎么还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我老了就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这样 这毛病老犯 这种情况 所以它该是一个大小 大可以做通知己 最通达的 最完整的 行效之人 所以以至于它的德行 它的爱 因爱而有的善行 这个德是因爱而有的善行 因爱而有的善行 达到跟圣人平齐了 尊为天子 因而被天下人 尊为 永立为天子 有的注解说 因此 它拥有了天子的尊贵的地位 我不从这里去讲 而是因为它的因爱而来的善行 而什么是善行 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就是有利于生 有利于众生 因爱而有利于众生 有利于生的这种善行 这种行为 使人们有利他成为天子 富有四海 从人的资产 这个富是就资产而言 从资产而言 他拥有了整个的天下 古人都从财富 财富一下子 大家就说 做皇帝就有很多钱 所以我把它改掉 调整了 资产 从资产而言 他因为他的爱 他的德性 被拥立为天子 具有了天子的地位 具有天子的崇高地位 同时 只有资产而言 他拥有了整个的天下 不止如此 这是他在他生前 在他死后 宗庙响之 人们 特别是他的后人 透过宗庙 来祭拜他 感谢他 这个响就是这个响 他可以享有后人 透过宗庙 对他的感谢 与祭拜 对他的感谢 透过宗庙 的祭祀与祭拜 向他 向他 表示 感谢 那么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他精神不死 就是他精神不死 他的身体不在了 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消失 子孙宝之 子孙 仍然的 维持这个保持维持维持维持 执行 他的 向道与德行 到这里做一段 到这里做一段 这短短的一篇 这短短的一篇就是一篇论文 一篇生命 有关生命 觉醒后的 论述 所以下面 顾第二段 所以说 大德 有大爱 觉醒 有大爱 觉醒 而能行 大德之人 这个 这个大德 就是大三 本能造福人群的意思 造福人群 我今天 整理资料之后 休息的时候 看看电视 正好看到廖亦九博士 现在好像还在吧 大家知道他吗 没有一个人的 知道的情绪是什么 还好 还有三个人知道 他应该成为台湾近代的圣人 怎么说 他是第一个 去日本研究 鱼类生殖 养育的 拿到博士后回台湾 哎呀那时候 那是台湾人 人才呀可不得了的少数人才呀 让那个谢东敏很生气 让谢东敏说那你到底要什么 他说我想 到台南 的水资研究所 水资研究研究所 他开始 我要做炒相 水产研究所 在台南嘛 我想到水资研究所 那是下级单位 第三等级的单位 他说你还要什么 他说我 我只要 几万块钱 同时买三个大水桶 谢东敏觉得真是不上岛 就给了他六十万 然后帮他买了两个大水桶 然后就不再理他 他就在那里 创立了 养殖出 海产中间 那时候全世界 海里的东虾 没有办法用人工生育 他让草虾 人工生育 在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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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虾让人工生育 然后无条件 人家要求他申请专利 他拒绝 他说我这是 加汇所有人类的 台湾的渔民 及人类的渔民 如此可以减少 地球的负担 后来台湾的养殖业 可不得了地发展 打败了日本 可是 農民们 在那个渔民们 赚了钱了以后 想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偷偷地 去 泰国去哪里 外面进口 海外的各种乡 结果就带进了病毒 而无可救药 导致整个草虾的生产事业 完全毁掉 他怎么劝阻都不听 他想想 集合二十几个专家 再去教导 养殖业的渔民们 想要进行养 告诉他们正确的思考 一切应该怎么样注意 怎么样注意 然后他再把 什么四母鱼了 什么鱼了 什么鱼 全部都研究出来 一共七种 台湾第一 的养殖业 一直以发展到今天 他现在九十几岁 还天天跑到 这些地方去 去看人家怎么做 然后他每天还到 中央研究院 因为他做院士了 去做研究 像台湾这些人 其实不止他一个 就如同大陆的 原龙瓶 研究稻的 然后想要解决 人类的稻的问题 能不能在 咸水中种出来 他也研究出来 能不能在 甘田里面种出来 他也研究出来 因为他的研究 开始大陆在稻米的生产上 不缺 然后他推展到非洲 他推展到中东 所以 你们要有兴趣 先看看台湾这一类的人 把他们都找出来 台湾就过去了 如果是古代 这些人就变成了神龙师第二 就有庙了 现在一切以利益为上 那这些人 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这一现代的 一切以利益为上 会造成人性的交迫 以至于社会 因为缺少爱而窒息 西方今天的堕落 就是缺少了爱而窒息 氧气不足 所以中国 以爱为最高的前提 而不是以利益为最高的前提 以生命为宇宙中的 最根本的价值 而不是生存 而是一个人类生命的理想 高度文明的展现 这个理想是人类高度文明的展现 那么这也就是 所以读书人 如果有这个知觉 孔子所说的 也就是李嘉所说的 我来真的就说 作为一个读书人 就不从利益中去思考问题 当你从利益中思考问题 你就是重生 我讲所说的 觉醒觉悟 即成我 迷智即众生意 我们借他的话 是 觉醒 即时 觉醒而不以 利益 为最高价值 为最高价值 即为实 为君子 所以是君子 以利益 一旦 以利益 为最高价值 不是不讲利益 为最高价值 则众生 那么就是众生 也就是所谓的小人 所以古人在管子书中 就说 社会中的过程 试农 工商 试为什么 第一 像现在社会上 老妈这一句话 哎呀 就是读书 这个什么 把被捧的最高 享有整个社会的 一切恩宠等等 不是 他只能试 因为试不讲利益 一切以服务重生为主 一切以服务重生为先 先老而后祸 而语理念 先老而后祸 所以 是在社会中 值得被尊重 其次为农 农付出很多 而后 再谈到他的收获 那么也因此 他的地位是第二 仅次于是 在利益的 在这个觉醒的海盘榜上 攻占其次 那么三 利益子很多 那么是放在最后 所以这是 传统中国文化 在整个今天的 相对于今天特有的 这个社会中 一切以利益为主 你看全世界 在西方的经济上 就是一个市场经济 一切的比较 你有没有市场性 他不是认为 你是诺贝尔 你就不得了 诺贝尔是小众 但是大家在看 你所发明的那个 能不能够市场性 你有市场性 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尊敬 一切以市场为主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 是市场经济 以市场的销售 为最重要的价值 那么传统中国正好 是以人的服务性 为人最高价值 所以这个是正好不一样 正好不一样 所以值得我们注意 它并不是否定利益 而是告诉你 不能以利益为最高价值 这也就是伦宇总所说的 一个文明社会的真正的建构 人与人之间 在利益的前提底下 要先劳而后果 人不可能不讲利益 然而这个利益怎么讲 先老而后果 那么第二 放于利益多远 如果每个人都放纵自己 追求利益 放于利益 放纵自己追求利益 他的结果 就是互相怨恨 那我们看整个的欧洲 不就是这样吗 那么今天的东南亚之所以健全 他们各自了解 自身的所需 而放弃自己某些 主权的坚持 怎么说 比如说 马来西亚或者印尼 在中国积弱的时候 越南在中国积弱的时候 抢了中国好多好多 还有菲律宾 好多好多的岛礁 海岛岛礁 甚至于自己去开发打游井 像越南打了29个井了 打了抢了29个岛了 现在大家都把手上的 这些抢夺的岛礁不再开发 然后接受中国大陆所说的 整个南海共同开发 不然马来西亚买舰艇 印尼买潜艇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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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飞机 大家随时准备作战 今天的欧洲问题就是这样 而美国把整个世界带到 今天的战争边缘 引动物恶战争也是这样 所以从这些现实 我们看到 基本上看见了 传统中国所提出的 这个观点 我不一定说他们绝对是真理 或者是绝对的有效 是让我们比较来看 人类有这一个可能性 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 没有啊 我以为他在举手 齐云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 没有我们就先下课了 他刚才告诉我 说我刚才的这一个 这一番话 从爱 从孝道 从利益 谈一个社会的发展 他说让他感觉很深 他说他从小在那么穷困的环境 整个台湾的社会 都穷困的环境 可是充满了爱 不只是眷村 大家互相帮助 如果大人们不在 周遭的邻居 都会拿东西去给孩子们吃 然后大家帮着照顾 大人出差 不差见的 那农村也是 相互之间的互相互助 帮助照顾孩子 帮助照顾 所以让大家都觉得有孩子 因为你这个爱 而鼓励了自己 觉得活着真好 即使是不自觉 也加不出什么道理来 然后又觉得 生养孩子 是理所当然 所以在战争中 他说 所以他看到在战争中 发生很多灾难的时候 大家把自己的财产丢了 就背着孩子逃 因为孩子代表着希望 希望的来源 因为有爱 这个提醒我 确实如此 社会有没有爱 就鼓励着孩子们要 年轻人要 鼓励着人们要不要生孩子 因为有爱有希望 所以人们自然会生孩子 也不是要孩子 说养儿 当时也没这个念头 而是后来 陈瑟 也就是美国 叛回十二个教授 要改造台湾 成为他们的基地 然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 那十二个教授 最有名的两个院士 李毅元 杨国书 他们各写了中国的社会 以及中国的社会心理 全面否定 然后批判 中国人的养儿防老功力 给孩子们太多负担 应该取消 台湾的传统道德 是妨碍 台湾进入工商业化 进入现代化的障碍 就这样 就吹枯拉朽的 把台湾带进 今天的这样的路上 以至于今天 整个的社会 都在考虑 我自身可以得到什么 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 他不要孩子 因为有了孩子 我付出太多 担忽我的浅诚 担忽我的生活 影响自己的发展 同时 这个社会在整个的利益权益下 对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冷漠的关系 活着干嘛 有什么 没有希望 我何必生孩子 这是他刚才告诉我的 我又没有说错 对 因为他的跟我一样大 我们是同学 真的同学 那个孙老师 孙嘉宁老师 还比我们一般 我们是真的同学 我们经过这个过程 然后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 然后看到爱的逐渐消失 那么以至于到今天 台湾今年 去年吧 去年 又是全世界倒数 不生孩子的社会 离婚率也第一 真高了 那日本也是 日本是没有希望 因为他们 整个社会被美国控制的死死的 被他们四大财阀控制的死死的 五大财阀控制的死死的 被美国控制的死死的 所以没有发展的余地 所以他们现在的创造力出不来 你看他们的动漫有什么好 跟相对于前些前十几年的动漫比比看 现在画的比较精细 因为可以用电脑修改 然后打得比较厉害 更激烈了 之外 他的那种故事性 生命的含义 那个艺术的创造 那种引动 透过美 引动人的那种生命感受 差太远了吧 尤其是最靠近我看到的 那一个霍尔的城堡 移动城堡 多精彩的作品 那美国自己呢 你看现在美国的动漫 包括这一次的 那个什么 到海里面去的那个怪力怪气的那个 阿凡德 阿凡德二 在第一集还有理想 第二集呢 互相争夺 互相报仇 阿凡德 他这也就是 创造力的衰微 因为没有爱的 你看到现在 金球奖还是金什么奖 他们的什么奖 那个唱歌的 都得了第三十八戒 还只有只有他又得了 那个什么 杰尼佛萨 那个翘屯 那个翘屯 罗佩斯 是不是他 出不来了 另外的 他拿了三十八戒金球奖 爱没奖 那德国呢 英国呢 都没有了 法官呢 也都没有了 那就是因为 没有了爱 所以爱是一切的原动力 那么中庸这边所谈到的 孝 就是谈一个爱 谈一个生命之爱 孝就是生命之爱 在人的行为上 生活行为上 最大最特殊的表现 因为动物界没有效 所以得大德 有够大德 能够展现大爱的这种善行的 必然能获得 因这个爱 而该有的位置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跟传统的解释有不同 传统的位置说 他就一定获得皇位 这个太太宰了 因果性太宰了 他只以顺的大德 而获得了皇位 来作为一个准则 我们在今天来说 从哲学的角度 这是用一个特例 来达成它的普遍性 是不对的 所以我做这个修正 必然能拥有 因为他的爱 而可获得的位置 必得其路 他也 一定 因为他的爱 而得到 因为这个爱 而可以获得的回报 这个路做回报奖 或者回馈 所做的回馈 这就让我想起来 钱先生去 钱先生平常家里是门口落犬 没有什么人去的 因为大家也不太愿意 去拜访他 拜访他 他就跟你讲一番道理 所以大家也不愿意去他那里 所以门口落犬 哎呀 像一些男孩警 哇 门庭若市 不要说男先生的 哦 爱心觉罗 玉京先生 哇 也是学生触涌 这些人是没人的 除了过年过节 少数几个 去看他 他的老学生 常去看他的 也只有 严根望先生 可是当他去世 大家都以为会小小的 结果 书千人 进不了那个大礼堂 那个 那时候还在第一兵议馆 那么这些人怎么去的 看他的书 感受到他深切的 生命的同情 跟民族 中华民族的大爱 那天欧老师 上个礼拜 欧老师所提的这个问题 我忘了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今天大家冷落他 是因为他谈中华民族的大爱 今天台湾 所有的问题 如果提升到中华民族 我们共同的先祖的前提底下 很多问题都不存在 不是说政治问题不存在 是会发生政治问题前的这些争吵 混乱都不存在 那就很明确的可以让你看到 反对中国 反对台湾 中华民国 那是因为不承认他 然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是汉人 很简单 就清清楚楚 或者是美人 马英九就是美人 朱丽伦美人 哎呦 又忘了要剪了 他们就是美人 或许不剪又美人 大家还以为我再赞美他们很美丽呢 你只要提到中华民族 你可以成为美国人 你可以成为英国人 你可以成为日本人 但是你是不是中华民族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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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于 这个祖先 那么宗庙的祭拜 就是祖先的 感谢 所以全台湾 原来是具有最大 保留最完整 因为中国大陆 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破四旧 把一切的宗教 原有的宗教信仰 生死存亡 全部打掉 一切从唯物主义入手 那当然他有他的各种想法 希望中国能够重新的更新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在从清代以来 甚至于从明末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本身的衰败 而这个衰败来自 一大部分是我们中国人 长期以来累积的习性 那么清代更不得了 更把中国人的脊椎骨给抽掉 中国人的脊梁给抽掉 他不讲中华民族 其实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不讲 所以最近有人研究 一条条的列出 从数字上 康熙 雍正乾隆 称为盛世 然而 就人口来说增加了 但是就 国家总预算的收入 连万里年间都比不上 所以麦格尔尼英国的那个 跟乾隆见了面 被乾隆拒绝了以后 乾隆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根本不需要 你们要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 之后 他要求 他说我只要求什么 我不要你的东西 我只要求 你允许我从河北 运河 一路南下 我要见见你们运河的风光 实际上 他沿途考察 然后他说 可以打 清道已经衰败 他不如他的 所以他有一本著作 盛世之后的罪恶 还是盛世以后的 衰败 这本书 也因此 孙先生一写三民主义的时候 把民主主义放到第一个 就我们重新开始思考 而台湾早期 即使日本占领五十年 你看看他所有的庙宇 不都就是我们祖先的崇拜吗 都是肯定 这个民族的共同生命来源吧 在美国待过的都很清楚的知道 法国绝对肯定自己是法国民主 以色列犹太 绝对是说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非常团结 希腊人 希腊人还在那里过希腊的节日 我在纽约的时候 希腊人的节日就封街 我在旧金山也遇到 然后希腊人就抬出他们的那些纺织机 点上蜡烛 然后坐 然后在那边唱着希腊的歌谣 然后做出 摆出希腊餐厅 摆出希腊食物的摊子 那我们进去就可以就像有点像那个 就那个白什么板豆那样 但是它不是免费的 我们要给点钱的 然后到了黄昏五点 都是夏天 他们的节日在夏天 然后他们拿着蜡烛 全部散散 然后进入他们的祖先的墓地去 他们的夜晚在那里读工 在旧金山也是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节日 丰不同的街 以那个区 大家住的那个区为主 然后像旧金山也好 像纽约也好 其他的社区介绍自己的民族风俗 中华民国政府从两讲开始 就从老讲就很少提中华民族 他把他自己置身于民族之上 那这的确成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使得许多反对他的人 也就否定中华民国 也就否定自己是个汉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又想到一点 忘了我们再讲课 等我详细再说 我就忘记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现在是刻意 尤其在台湾 刻意不要钱先生 因为他讲中华民族太多了 一般人 我说的是一般人 有朋友 怎么会呢 我那么肯定他 那是你肯定他 其他的社会都不肯定 然后讲的简单 太老了 那么接下来 必得其名 一定能得到 他说 他的爱所行得善 的称谕 这个名字称谕 赞美和称谕 必得其受 一定获得 他的生命 他的 这个生命 应该怎么说 就是一定获得 他长久的生命 也就是死而不亡者受 死而不亡者受 像我们台湾所有的这些庙宇 像台湾还有张寻庙 那个张寻 拜张寻 还拜张寻夫人呢 为什么 要特别 张寻夫人 还有特别的一天要为他祭拜 在拜完张寻以后 为什么 当张寻 抵抗安禄山 然后 被安禄山他们包围的淡尽 这个什么 绝粮 安禄山 这个张寻 就牺牲掉自己的妻子 把他煮来 作为军师们的粮食 而这个妻子也是自怨 如此苦撑八个月 没有被安禄山打下 发生什么样的后来的影响呢 让当时唐 因为唐朝成平太久了 大家怕厌战也怕战 一听到安禄山 所以势如破竹 再加上安禄山采取的是杀 打到那里就屠成 大家下这个半死都投降 据历史 安禄山所杀的人 几乎将唐朝杀掉三分之一 还用这种威吓性 可是张寻 徐元 坚守八个月 牺牲掉自己的家人 而后 就让所有 包括被占领地区 都觉得安禄山不可怕 是可打 唐朝在从此起兵 扮安禄山 安禄山的生死一错 安禄山的儿子就杀掉了自己的爸爸 安禄山的大将 那个石什么 也同样 串位 然后在他的儿子再杀掉他 放于力 多远 连父子都不能相容 今天大家都说不生孩子 不生孩子 全世界 什么原因 因为生命活着没有希望 那何必再增添 苦难 故天之生物 第三段 所以说 所以说上天造就万物 创造万物 上天创造万物 因是根据 是根据他的材质 根据每一个被创造万物的材质 而后代他 这个毒是后代 而后代他 焉是之 焉 就是毒之 就是后代他 故栽着 在这个前提底下 所以说 可以栽培的 就栽培他 可以造就的 就造就他 请 就是不堪造就的 请 就是歪斜的 就是不堪造就的 就由他 自生自灭 福就是自灭 就是灭 就由他自生自灭 所以诗经 这是诗经的大雅 加勒篇 加勒 就是诗经大雅 加勒篇 就是诗句的第一句 加勒 诗经大雅的加勒篇 加勒君子 加勒就快乐 一个感受到生命 的珍贵 而享有生命快乐 加勒 加勒 感受到生命快乐 一个感受到生命快乐 享受 这个是享受 享有 享有 生命快乐的君子 生命自觉者 君子 或者说认识 认识生命者 献献令德 就自然能展现 献献是盛大 是丰富 就自然能展现 他丰富的爱 他内心丰富的爱 而成为美好的善行 令是美好 德是善行 献献是盛大 他就会自然因为爱 的感受 而展现 盛大 有利于人的善行 那是很自然的 当然只是表面 我们看我们贺群 天天笑咪咪的快快乐乐的 他一定 他然后帮我们 很多事情做得很细致 帮我们很多忙 他要是不快乐 他会这么勤快吗 天生性格上的开朗 那就是他感受到那种喜悦 那种活着的快乐 他就成了他行动的动力 以至于表现出美好的善行 那个善行不一定说非得是对人有利 而是什么 而是和蔼可亲 就表现出和蔼可亲 一名一人 同时注意下面很重要 在这种性格底下 一名就能够和善的对待人民 和善的对待人 这个名是人 和善的对待者人 下面这个人 我还是采取旧有的解释 而且正确而适当 任用贤人 任用惯例 一是适当 下面的这个人 古人说是指官吏 那么换句话是指贤人 就是能适当的 换句话说 因为他的和乐 注意 为什么这个之间可以连起来 因为他的和乐 他对人是公平的 他不会有偏见 他不会有自我强烈的好物 他不会偏思 以至于他看得到 不同的人 不同的长处 以至于他能用人去做 他可以做的事 担任的职务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基本上没有不可用之人 如果朋友们直接问我 这个你经验过没有 你作为一个老师经验过没有 没有你敢讲得成这样 我敢讲这样 百分之百自信 艺术大学 同事中心 是我 无中生有建立起来的 包括课程 所有的人我都 我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实际上我用了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的 包括我们同事 我们同事的 我们原有的 教一般课程的老师 包括最偷懒的工友 他偷懒了 我就让他去做偷懒的工作 偷懒也可以有工作做到 他没有能力 哪怕他不是没有能力 是他的心不想做 那这也没有新的能力 他没有行为能力 同样也没有新的能力 他才是一个偷懒的人 那你就是叫他做最简单的 他喜欢做的工作 我就每次都托他开会买便当 然后买便当回来 我就赞美他 那便当很好吃 后来就开始想办法 帮我们换便 换买便当的那个店家 因为他得起摩托车跑到我们山下 我们住在山上 我们大家就谢谢他 他们好好的就很有存在感 后来就很勤奋的 很爱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都大家帮忙 甚至于我用到各系的教授 我去访问他们 请问你们 今天回过头的话 你想想 都是大教授吗 你如果还是一个 艺术大学的学生 或者你就是一个大学生 那么通识课程 你认为最想上的是 除了你的专业 最想上的课是什么课 我们做调查的 我们甚至于访问全台北市的艺术家 我们也访问四大的教授 所以我们艺术大学后来通知课程 的整个规则 整个规划跟设计 被教育部选为最优良的典范之一 单科艺术大学的典范 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已经离开很久了 离开这个单位 我虽然还在那边兼课 但是离开这个单位 不晓得后来的人 有些什么样的念头 特别现在年轻的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因为他对教育 已经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了 四十多岁的 他们被教出来 全面否定古典 认为古典的音乐都不对 都已经过去 认为古典的绘画艺术都不对 认为古典的戏剧也不对 都是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就是创新 即使传统音乐也不对 都该创新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懂 但是那个架构 结构 我想现在还在 我就从人出发 什么是通识 所以那时候连通识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通识 那时候还没有通识这个名 那是后来大家想出来的 那是后来大家想出来的 然后人文社会科学 然后立功科学 然后语言学 然后艺术通识 艺术通识是中间 然后工具类 工具学 然后我能请到的老师就放进去了 所以后来也担任代理 艺术大学的校长 那个和尚是会名 就是我批担他 他还在东京地带那边拿博士 我听说一个科学和尚 因为他是台北医学院药级系毕业 然后去圣言那边 然后受到法普山的感召 然后出家 而后圣言鼓励他去日本 读东京大学 学宗教哲学 因为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快毕业了 我就打电话 就想当他找到很关法师 找佛教界的人 帮我打电话过去 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来我学校教课 因为我当时听到 教育部学生告诉我 有学生在教育部 说好像要开发宗教课程了 以前各大学不准有宗教课程 然后给四节课 给六节课 给专任的 然后不用学校的钱 教育部给专任的 给他专任的钱 而且可以聘两年 我就请他愿不愿意回来 然后再请一个基督教学院的 讲基督教与西方艺术 因为我们都是习艺术 可是我们竟然不知道基督教 这怎么可以的 因为西方艺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 那就是头 还有哲学思想 那就是脑袋 然后我动员了 所有 后来很多人都愿意加入我们的工作团队 所以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完成 就是这个心态 而完成了这件事 所以这是讲一个心态的问题 因为没有偏思 也没有特殊自己 非如何 非如何不可 然后也没有自己的虚荣心 事情就一切摊开来 也就发展起来 也就建构起来 所以受禄于天 这一切 也就是受到上天的赐福 这个禄 我解释为赐福 引申为赐福 这一切都将受到上天的赐福 人有这样子的心能 心的能力 这不就是上天的赐福吗 人能觉悟 不也就是上天的赐福 所以人 当你感受到自己 没有受到限制 也就是 德明兄所说的 那种自由 这也可以称这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的时候 这是上天的赐福 只可以感恩的 感恩老天 让我自己 可以获得这样子的 享有 生命的享有 保佑命之 自天生之 所以上天 就会保佑他 同时给他完成 该完成的生命使命 就是上天 会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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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他完成 给他完成生命的责任 给他完成生命的责任 像今天的这种 这样子的教育中 让所有的年轻孩子成长中 不担负任何责任 这怎么叫他成财 不准处罢 不准这个 其实适当的处罚 除了行为规范 他只不是单纯的行为规范 是要他负起自身行为的责任 所以我才说 西方本身 在适当的 在好的学校底下 他讲求纪律 讲求这个学校特有的规范 你要在这里读书 要成为我们这个学校的人 哈佛人 你必须在行为上如何表示 让社会了解到 这就是势力教育大学 那么学生在这里养成了荣誉心 养成责任感 让他才能够承担责任 才能成财 自天生之 所以一切的成就 一切生命的成就 加生命两个 一切 人的一切生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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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自于天 重复给他 这个生是重复 重复给他 为什么用重复给他呢 一次一次 看你能达成到什么样的成果 一次一次加上来 所以这个生也可以做加的讲 增加的意思 大家有没有问题 所以教育是一个生命的艺术 今天我们的教育部教育局 忘记掉了教育是生命的艺术 他把它变成一种利益职场的锻炼 或者只是一个自然人的活动场所 让他失去了 超越自然人 还可以成为自然人之上的人的机会 而这来自于 从事于教育工作者的剥夺 何其残人 那么这一章就是从顺 因为他太特殊了 在传说中 他是从森林里的一个游荡的猎人 但是他行孝 而被发现 而被推崇 而被四边的诸侯长 就四遇 遇三月的月 三月 四月 四月 四月就是四边的诸侯长推荐给孙 给瑶 那详细情形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 那何以他成为一个特殊 在这里何以没有提瑶 注意 因为瑶 我不清楚 何以没有提大禹 这就是大义所在 因为大居开始传字 而非三人 也没有唐商唐 直接就在想吓跳 第十八章 就讲周文王 因为那是一个人类觉醒时代的开始 顺也的大笑 就代表人类觉醒的时代的来临 那么大家想想看 有问题 下节课谈 我们正好下课 四点钟 故大则必受命 所以 内心充满了爱 而能行善者 内心充满了爱 大德 我现在的解释 内心充满了爱 而能行大善者 或者而能行善就可以了 而能行善者 一定 一定 会有 重要的事情 要完成 必受命 必受命 必然受到 这个命是天命 必然受是接受 接受到天命 什么意思 就必然会受到 上天 所赐予他 将完成的事情 像廖一九 博士 他就直接的说 我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减少地球的负担 同时 让人们不会缺少粮食 同时 就是交给大家去做 因为这是属于人类的共同 需要与财富 真了不起 那么这也就是 传统中国的宗教性 宗庙响字 那今天我们看到 关公的庙 看到 妈祖庙 看到 三三王 国王庙 然后看到 开张圣王庙 那开到 舒服千岁 等等 台湾所有现在的这些 大部分的庙 几乎 都是因为有一爱在人 他带给了 当时人们 深深之机 人们感谢他 这是传统中国宗教 所以中国不是没有宗教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 感恩于生命的人文教 就是感恩于生命的人文教 所以清代的摧残 从这里又可以获得一个验证 当康有为 当杨启超 蔡元培等等 这些人 说中国没有宗教 相对于西方的宗教 可见的中国的衰败 跟精神文明的不足 所以他要建立 孔教 然后以孔子为教主 那么这就可以看到 清代所培养的大儒 都丧失了 对自身 人文教的认知 所以就会认为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庙宇 的办法 是迷信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未接的认知 那么老百姓 在自身生存 为了达成 的这个前提底下 当然会求 原来存在于民间的各种巫术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可是即使在今天台湾的 这些拜拜当中 有这么多的 所谓的 用胡诗姿的话是迷信 然而他当中的 那种人文性 那份感恩性 那份对生命的热爱 成分非常丰富 就是看我们去发掘 就是看读书人去发掘 不然的话任由这样下去 你看打架的会越来越多 前几天又打了吧 两派人马打 在那个什么地方 拜这个什么 拜妈祖的 为什么 没有人教导 无法 第三句 天命之为信 率行之为道 然后修道之为教 人们无法修道 所以这些知识分子 哪怕是中央研究院的宗家学者 有谁投身于 他们只是学来把自己变成了博士 然后把自己变成了院士 然后有谁投身进去 然后将台湾的这一份宗教性 最高尚的品德提出 大家已经不爱台湾了 只有自己的利益 所有东西都是提供他取得自己利益的资料而已 而不是共同去发现 去认识 构成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生命基础与力量 那么我们第17章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要讨论 没有办法 不必要分辨 因为有的确实是紫约 有的我们看到他在思想的发展中 超过了孔子那个时候 他所思考的问题 那就可以大约知道 这可能是孔子以后 随着时代的演化 到了战国 战国中期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起来了 也就是针对欧老师的问题 欧老师说 这个庄子不是有印帝王吗 那帝王这个字 怎么会在老子 变成老子的通用词呢 一般名词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我后来想起来 今天赶快讲 西元前287年 西元前287年 秦国秦国称帝 为西帝 然后他派遣了人 使者到齐国去 建议他称东帝 齐国国军 也就称东帝 可是齐国的大臣 劝齐国不要称帝 因为称帝之后会遭到 全当时的国际的攻击 不需如此 因为大家战国时代在争霸 所以齐国不到一年就把地位取消 那个地号取消 那么秦国到289年才取消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庄子活到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点的衔接 可是那个时候 帝这个观念 帝王的观念开始 但是而后普遍才普遍 最早称帝 西元前287年 289年秦帝取消 可是这个观点就慢慢开始普及 所以这也是一个思想性考据 历史性考据 大家还没有问题 在有些地方 单谈到四经说 加勒君子 说是对于周承王的赞美 说这一章 接下来是对周承王的赞美 我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不合逻辑 就某种逻辑性上不合 因为前面讲大顺 这一章就是专门讲大顺 那加勒君子 他用大雅 诗经大雅 对周承王的这个称颂的 那断章取语 拿来赞颂给大顺 同时也告诉大家 加冕大家 能不能了解这个意思 第十八章 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讲第十八章 哇 这个龙脚伞真好 替他做一下广告 大家会觉得我的声音好 好得多了 昨天讲了一天的话 大声讲话 所以今天喉咙哑了 结果刚才有朋友 我就再来吃一包 因为他说可以吃两包 我们刚才说 提出大顺 提出大顺 是说明 人跨越生物性 跨越人的第一性 然后展现出生命的觉醒 透过大顺的笑 现在就讲 人的生命觉醒 的重大起点 开始 紫月孔子说 无忧者 在古代帝王中 最无忧无虑的 其是应该 为是是 乃是 应该乃是 文王了吧 这个为也可以做为义 应该只有做 只有讲 只有文王了吧 也可以 为什么呢 义 因为 这个义就是因为 因为王继为父 因为他 有王继 做他的父亲 王继是谁呢 王继就是继领 王继 王继就是古宫谈父之孙 古宫谈父又是谁呢 古宫谈父就是 江州 从兵 从兵迁到齐山之下 为西州奠定基础 为西州奠定下 深厚的国家基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古宫谈父 决则 决则记礼之父 也就是古宫谈父的 哨子 就是小儿子 他生的儿子 他生的儿子 所生的孙子 文王 将来能成才 所以 所以他想让位给他的小儿子 可是那个时候 西州市长子 继承 然后胸中 地基 如此传到 基里的父亲 太晚 所以 太伯 跟这个 跟他的弟弟 了解了爸爸的意思 就跑走了 跑到吴国去了 然后把自己的头发也剔光了 身上也随着 当时吴越国的人 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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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到 父亲去世 王位继承的时候 西州的人来找 吴泰伯 找弟弟 找吴泰伯的弟弟 有鱼 像鱼 吴鱼 他们说我不能回去了 因为我们已经 改变了我们自身 所以就传位给 因此 文王得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 无忧者应该是文王了吧 他是基里的儿子 我刚才说 基里是孙子 是扫子 基里是扫子 是狗公贪妇的扫子 小儿子 所以叫做基 基就是小儿子 以王姬为父 他以自己的父亲 王姬 王姬的王就是 为王的意思 那是一个尊臣 以自己的父亲 基里 王姬 作为自己的父亲 又以王 为自己的儿子 在如此的底下 父坐自 父亲 祖父 完成了基业 完成了西州的基业 座 就是创立了西州的基业 这个座是创作 创作了西州的基业 然后做儿子的 又能继承他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传承中 父亲 祖父 父亲 创作了国家的基业 而做儿子的文王 能够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个树 是继承他们的心智 于事业 五玩转子 这个传也是继续 武王呢 也能继续 继续谁 继续泰王 这个大就是泰王 泰王就是骨功贪妇 王姬 那么自己的祖父 曾祖父祖父 然后文王自己的父亲 这个序就是指基业 基础事业 基业 他又能继承他的事业 文王在位五十年 有点像查尔斯 英国查尔斯 只是英女皇有六十年 他五十年 所以 等到文王去世 武王 已经相当年长了 不过 武王还能继续 骨功贪妇 王姬 文王的 打下的事业 打下的事业基础 一融一 注意这个一 一 这个一念第四声 这个一 是灭 要加一个奶 这边 融 做大 一 铃银 那么这个历史的 这种 这个剧法 这个话 这一句话 出于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 被称为 魏古文上书的 五成篇 那么 古文上书 分经文上书 分古文上书 经文上书是以 西周文告 二十八篇为主 二十八篇为主 那我们今天传世的上书中 再加上 怎么样 咬点 顺点 什么 咬点 大雨模 那么 摇点顺点大有魔 是追溯 是后人追溯 那么二十八篇文稿是真真实实的 包括今天出土的那些青铜器 西周周园 再起这个地方的周园 出土的青铜器上都可以相应 青铜器上面所著的历史 因为那时候认为青铜器是永恒 所以就把历史的四箭给注上去 写在那个上面 以求其不灭 为古文上书呢 是用古文上书写成 是用古文写成的 就搭转写成的 那么这个写成的当中 后来经过考据 有可能有很多 是后人加上去的 加上去的 不过 即使如此 当中有很多基本上的资料 也可能还是古老的 还是古老的 这一个前提底下 或者说教养底下 这是在讲孝道 这一段还是接着讲孝道 什么是孝 这个是说明 何为孝 那么这个孝的意义扩大了 此孝子意义扩大 前面的大顺 是爱的展现 是爱的觉醒 是爱的意义 是爱的意义的展现 而此处的笑 扩大于什么 扩大于孝则 续莫答应 孝则续言 续莫答应 的答就是最重要 笑最重要的是 能够继续 这个续不只是 能继承 能有所继承 不只是生命 能有所继承 不只是生命 能有所继承 更重要的是 副作词 指数字 这一句 简单的说 就是 要能 效要能 技致 数字 继承 先人之志 继续完成 先人之事 这是先人的理想 什么理想 救世 救世纪民的理想 什么是 也就是救世纪人的事业 那么这就是孝金 之所以为孝金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能够灭掉了大音 而拥有了天下 生 生不是天下之显明 其自身的终身 就是王终身 没有失去 他因 他因得性 他因爱人 因得性 而获得的 天下之 生命 就是世界的 显赫的 名声 因此 被天下尊为天子 被天下尊为天子 因此他获得了天子之尊位 也可以 在资产上 他拥有了整个世界 整个天下 四海之内就是世界 就是天下 他死后 同样享受到 享有 宗庙的祭祀 人们透过宗庙 对他的感谢 像我们去台湾的老庙 拜拜 拜到玉皇大帝 拜到最后 玉皇大帝 旁边是三关 天关 地关 水关 那都有人了 水关就是大鱼 地关就是顺 遥好就是天关 为天为大 为遥则之 他们配饰 因为他们带来人之声 所以配饰在玉皇大帝的殿边 另外一边 就是紫微心 我的印象 紫微心 那就是天下 子孙宝之 同时他的子孙 都能维护住 这个宝就是维持维护 他的教训 他的德性 和德性而来的事业 到这里应该做一个分号 这一句下面 朋友们可以在旁边 句号的旁边做分号 因为下面这是一个大段 但是却是两件事 会更清楚 五王末寿命 五王相当年长了 才接受了天下一统的天命 受命 接受上天所赐 一统天下的责任 使命 跟我说过 除了查尔斯 他是第二个老太子 父亲战位五十年 然后是西州的盛世 建立起西州的盛世 五王继承 没有被畅衰 虽然他是年长继承 然而他能够统一了天下 他的意思在这里 五王到了晚年 虽然到了晚年 才受命 然后统一天下 一统天下 不要写统一 写一统 统一是政治上的掌握 一统是理想下的 共同理想的完成 那么分号 下面呢 他三年就死了 他平天下 后好像三年就去世了 王 真的还是个老太子 老婆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孩子还小 所以周公 做摄政 周公 成文武之德 所以周公去完成 作为这个成 去追溯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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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 武王的散行 请不吝点赞 因爱文王武王 的因生命大爱而行的善行 然后一统天下 为天下带来爱与和平 为什么是完成 成文武之德 这个成太重要了 还完成 也就是文王武王有所行 他们有所行 然而这个所行 如何实现 如何实现在政治 的典章制度上 或者如何落实 如何落实到政治 典章制度上 成为世界 成为天下 的典章 共同遵行的典章制度 使天下 人 自觉 修大 而获得 教育 而获得家导 获得教育 这才是尘 这才是尘 这是肯定 周公这里作用 谢谢 谢谢 为周治理作乐 不但肯定周公贡献在 为周治理作乐 同时把文武之德 把胎公 并肯定 说明 从胎公 从胎公以来 胎公王纪 文王 以来的 生命觉醒 于大爱 生命觉醒于大爱 就是 李悦的核心 就是李悦的核心 换句话说 可以做李悦之王 可以建立这样的典章制度 建立了李悦典章制度 他体现西周 从骨公贪腐 王纪 文王 的爱于理想 爱于和平的理想 你不赞同 在想什么 做到 因为周公的时代 周公的时间点 假设 王纪 假设文王的 通业 可以通过文王 这样传去一下 或者说 活着的时候 还可以感受到文王的表现 但是在网上的 王纪 在网上的 太阳 那是因为你活在今天 你活在今天 你爸爸妈妈也不说 因为整个社会 也没有这样的风气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 你祖父到底在干嘛 那你更不能知道 你真祖父他们在干嘛 你看多少了 多少你们年轻人 当你问他 你们家庭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我爸妈讲过 我祖父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那是活在这个时代 可是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只要去问 只要关心 你就自然知道 自然会他们听啊 他们听啊 多多少就知道 今天父亲也不告诉孩子 自己家的一个历史脉络 那是整个社会断 社会没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追溯点 每一个人都成为生命的断点 而不知道生命是一种延续性 而生命的延续性 才会使人觉得活着有意义 哪怕自己没有成就 我至少是一个下面生命的接续点 所以以前可能这个是我乱讲了 这个一生你可以反驳 那我就哑口一言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是猜测的 以前害忧郁症的人可能比较少 为什么今天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的断点 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就自然走向虚无嘛 虚无自然会忧郁嘛 你活着干嘛呢 自己都不知道 多余多来这一趟是多余嘛 那当然就忧郁了 就像我现在 最近我意识到看资料 意识到 蒋介石先生是他的 他是很了不起的 有他了不起 他在关键时刻从来没有答应过 美国交出他的主权 在台湾 他维持中华民国的独立性 维持中华民族的独立性 所以美国怎么逼他 暗杀他 他都不动药 我绝对不给你 如何利诱 给你多少钱 空警总司令 你们中国人自己做 副总司令 我们美国人做 好歹 参军掌给我们美国人 他完全拒绝 我一毛都不要 我就是维持中国人的独立性 在大陆上面也是 这是他了不起的 那最近赵少康访问一个 Stanford 就是专门研究 蒋先生的日记者 然后已经第一本已经出了 那第二本他强调的部分 就是蒋先生非常的 坦然的面对他的自己 所深沉的反省 哎呀 简直是圣人 最后的结论 几乎是圣人 哪怕整个的大陆 他一直一路败 然后惨痛的这种战争失利的经验 他痛苦非凡 他都没有骂过毛泽东 没有骂过他的敌人 都说这是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 然后他想不出想不出 该怎么办 痛苦痛苦 非常的赞美 所以完全跟外面 现在所传说的蒋先生不一样 这也是事实 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也就知道了 你关心的你就知道了 可是我现在要补充的是 蒋先生生于 善于自信 但是 无法容忍 与他意见 不同 而才干 卓越的人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也没有反省到这一点 他在自我 然后到了白天的时候 看到白冲喜 哼着牙痒痒的 他没有办法跟他合作 白冲喜再怎么输成 他就是不相信 所以白冲喜说 中华民国的近代的悲剧就是 他们两个没有合作 而他不能为蒋先生所容 最大的例子是白冲喜 很多小例子 最打仗的 他都不喜欢 因为有意见 有个性 他就不喜欢 可是在反省中 他好像没有反省到自己这一点 而他之所以 不容于白冲喜 其中当例子可能很多 因为我见着少 有一点我就看一点 我也没跑到Stanford去看他的日记 那么就是美国 他相信美国顾问 美国顾问一直挑破 让他一直担心白冲喜 不利于他 那就是天命 可是你不能不佩服 在最艰苦的时候 他是有毅力的 这是公平的 来了解一个人的人格 那此外 也就是 其实在今天不重视历史 甚至于 好多历史学家喊出 历史是 圣者为王败者扣 是圣利者假造的 这都是破坏历史的四十系 而太轻忽历史 而且 不知道 传统中国的历史之所以构成历史 包括西方在那也是 但是很多人很多人 写写写写写写 然后最后 到某一个成熟的阶段 再由 某些人 综合 比对 考教 做出 一些 具有客观事实的总结 我介入 实现先生的话 他说 由蒋先生所带的国民党 不读历史 他们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他说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智慧 他说马夫出身成为军法的那个谁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狗肉将军 张宗昌 他都要听副官念历史给他听 他说 他就祷告 信教 他就祷告 他的日记里也说 他就拼命祷告 希望上帝赐给他 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不是从历史中来的 他带领整个国民党 不读历史 无法吸取历史的智慧 吸懂得历史的经验 同时也带领了整个台湾筹会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些现代派学者 无吹 历史无用论 所以你们会不知道 然后你会有这个问题 时间过了 五点十五了 我们讲完了吗 没有 对 讲到周公 陈文武之德 注意这个陈 下面 他说 追 王 追望 那个念望 动词 追望 这个望动词什么呢 追风 成为王 追风什么什么成为王 追风谁呢 追风 古宫谈父 追风王继 为王 他在他的典礼的祭祀中 他以五王天子之身份 的名义 天子的名义 五王天子的名义 建立了制度 追风 他们为天子 这个王是指天子 追风 太王 王继 为天子 上是 先公 以天子之礼 以及 上是 向上追溯 祭祀祖先 以天子之礼 用天子之 典礼 去祭祀 王继 太公 以上 所有的祖先 他建立的这个礼 下面就要说这个礼 我们就不说了 下个月说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好 刚才讲到说 这个人生带领了国民老师 课 是 这曾经有一块 那个 文化博星运动 文化博星运动是个政治运动 但是因为这个政治运动 奠定了台湾的人文性和文明性 以至于到今天 台湾还享受到这样的一个 文明性和人文性 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市之所以成为天龙国 因为台北市到今天保有 这一个文明性跟人文性 所以我们看 你只要打开中市 天天都是一大堆车祸 好像台湾只有车祸 是新闻 以至于瑞士说 台湾的街道是行人的地狱 还有一个国家也说了类似的话 说那个在台湾开车的可怕 那你看台北市的交通 车祸的比较少 为什么 大家比较理性 尤其是酒驾 比较少 因为理性 而文艺复兴本身 没有真正的打下深厚的基础 以避免政治的观点上的分裂 甚至于民主的不认同 什么原因 因为它毕竟还是政治 是一个政治运动 那是因为大陆 批孔 扬秦 破四旧 铲除一切中国传统 这个时候正好是民国44 民国44年左右 45年 蒋先生也从陈臣手上 拿回了他的权力 本来在这个之前 都是陈臣当家 陈臣说了算 而陈臣是精美分子 宠信 胡适兹 他拿回来 然后 推动文化复兴运动 来向世界宣布 中华文化 中华民国是正统 中华文化在台湾 然后 重新 建立 国立编译馆 重新编所有的教科书 这就是带座大概 除了起云吧 因为他最年轻 大概我们都赌的都一样 然后我们有完整的一套 有关中国文化的认知 所以 你们这一代 也包括我 都能尽效到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运动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运动 所以文化大革命 不是文化大革命 胡适兹所带动的 新文化运动 其实是一个社会革命运动 而不是真正的文化运动 所以陈独秀 才会积极进一步 去建立共产党 然后实际 透过 维吾主义 推动 社会革命运动 这讲近代史的讲不讲 不讲 大家呼中吞的 就像煮一锅粥一样的把它煮出来 就算了 而且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五四不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隔一年 而五四运动 是学生的自觉运动 是清朝以来 知识分子 自觉于 该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运动 它不是新文化运动 现在也很为一堂 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 所以历史不清楚 你看对社会的影响 有多大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下个月见 谢谢 谢谢